南無本世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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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為妙法 無上甚深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謝謝大家 各位居士 大家晚上好 我們今天繼續來研讀四十二章經 上一回我講到第十四章 今天我們從第十五章開始 今天是我們這部經的第三講 接著後面還有兩講 兩講之後這部經就圓滿了 有的地方我會跟大家細說 有的地方我就不細說 因為大家一看了之後 很容易明白的 我就不多說 現在請各位翻到 我們的耶穌沒有號碼 所以請大家看看 我們第一面講完 第二面的最下面那一段 最下面那一段是第十五章 首先呢 我在這邊跟大家一起讀一讀 沙門問佛 何者多利 何者罪名 佛言忍辱多利 不懷惡故 奸家安見 人者無惡 必為人尊 心構滅盡 盡物轄位 視為罪名 未有天地待於今日 時方所有 無有不見 無有不知 無有不聞 得一切知可謂名義 這一段呢 應該是包含兩個問題 各位呢 這個都知道 沙門就是佛陀的出家弟子 這裡面是一定是佛教的出家師父 不是外道沙門 由比丘沙門呢 就問佛 何者多利 誰的力量最多 最強最大 什麼人最明智 最有智慧 明就是智慧的一種另外的翻譯 那佛陀呢 佛陀呢 就先答第一個問題 忍辱多利 不懷惡故 奸家安見 我們呢 大家 少少呢 就是思維一下 在佛教的六波羅蜜裡面呢 不失慈戒 接著就是忍辱 因為呢 佛陀看得很清楚 當我們人呢 發心 要修行的時候啊 你就會面臨到種種的 逆緣 不順的因緣 有的時候呢 別人會侮辱我們 用不善的態度 不友好的口氣 來指責我們 或者無理取鬧 所以呢 第三度呢 就是要忍辱 如果說不能忍辱的時候啊 不單是前面不失慈戒的功夫 會持續不下去 同時後面的精進 禪呢 也修不起來 因為呢 這個憧恨心重的時候啊 人是定不下來的 所以呢 今天 何者多利 這個多利呢 在太序大師 他的這個說明裡面呢 他有一個解釋方法呢 我覺得很好 這個多利的意思呢 是說 能動他法 是多利 能動他法 不為他法 不為他法所動 不為他法所動 這是大利 比如說 我是有利的人 我可以動這個慶 這個慶呢 為我所動 我多利 我大利 有利的人呢 是能動他法 不為他法所動 這個很有道理 你要做一個強者 還是你要做一個弱者 你要被別人來動你呢 讓你不得安寧 還是說 你要安穩不動 做一個有利者 多利者呢 來扭轉 外面不順的因緣 我們在這個了解忍辱的時候呢 各位也應該要知道說 忍辱啊 他不是說 把所有的氣 接受進來之後呢 悶在肚子裡面 不講不說 沒有反應 悶在肚子裡面 一般呢 這個忍呢 要安 要安然 忍呢不能安的時候呢 是會出問題的 同時這個安裡面呢 也要理智 要能夠呢 疏导自己 我為什麼要安 為什麼要忍 不是沒來頭 沒有理由的 勉強的忍氣吞聲 所以呢 我們在談到忍辱的時候啊 請大家呢 千萬就是記得說 所謂忍辱 它真正的功夫呢 是說 當我們看到 人事的不順 我們受到侮辱的時候呢 心裡啊 不要有稱恨 憤怒的反應 這是一個重要點 但是呢 不表示說 你不說話 你不處理事情 你還是要說話 要處理事情 所以今天我在準備這個 課目的時候呢 我就把我那一句話呢 也拿出來 給大家再提一下 其實我們面對 受到侮辱的時候啊 不是說 什麼事都不做 什麼事都不理 而是要持續呢 用我們的智慧力 善巧方便力呢 把該做能做的事情呢 如法地做完 這是很要緊的 不是說有人批評我們 我們忍氣吞聲地忍下來 然後不說話 也不做事 什麼都不理了 這個不是修行 這是一個弱者 失敗者 最後呢 你不能推動萬法了 是萬法外面的因緣在推動你 你不是一個大力者 你是個小力者 弱力者 這一點呢 差別很大 所以呢 何者多力 忍辱多力 能忍辱的人呢 是力量最大最強 這是佛陀的 這個回答 不懷惡故 因為心裡面呢 只有慈悲 沒有稱恨 堅加安健 這個心安身健 心安身健 這個很有道理哦 各位呢 你再繼續的問一下說 我們為什麼要忍 要安然 要安忍 遇到不順的事情呢 不要發脾氣 因為為了身心的安健 各位有沒有聽說啊 有的人啊 因為生氣 心臟病發作了 因為生氣 整個日子呢 不得安寧 所以呢 我們如是了解之後啊 不能安忍 不能忍辱的人啊 其實是傷害自己的 直接傷害自己 不能安 不能健 不能安定 不能健康 忍者無惡呢 必惟人尊 這句話也講得很好 其實忍到最後呢 不會輸的 一般呢 都會變成 最後呢 受人尊敬 受人愛戴 比如說 我們交朋友啊 一個人的脾氣不好 動不動就罵人 動不動就發脾氣 動不動呢 就這個鬧情緒 不能忍 那你跟這個朋友 在一起的時候呢 如果除久了 你會覺得有負擔的 通常呢 脾氣實在不好的人啊 那個人呢 就是說很好呢 我們也是敬而遠之 如果那個人 心地不好呢 我們更加要遠離 好了 心地好的人 脾氣不好啊 我們都是敬而遠之 反而呢 有人呢 很理性 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呢 心裡面如足不動 善巧地處理 你碰到這樣的朋友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喜歡跟他在一起 而且我們會有安全感 有人呢 心地好 而且呢脾氣很好 心地慈悲 有智慧 有能力 我們為什麼不親近呢 我們都會喜歡這樣的朋友 這個必為人尊 這是一定的因果法 這個是解答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是何者罪名 何者罪有智慧 佛陀呢就說了 心垢滅盡啊 我們說心垢是什麼垢啊 其實很多垢啊 我們有時候啊 我們打掃 我們打掃 我們的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灰塵 看到蜘蛛網 看到垃圾 那個還是表面的 各位呢要知道 掃地掃地啊 是掃心地 如果我們在掃地的時候 能夠想想說 我們心裡面也有一塊地啊 需要經常掃 人就上路了 人就會在日常生活之中 不斷地 除去內心的成功 其實這個是每天要做的功夫 心裡面有夠 我們簡單地說 就是貪嗔痴 如果說心裡的貪嗔痴已經滅盡 盡無暇位 視為罪名 這是一點 煩惱心沒有了 這是最清淨的 未有天地 待遇今日 過去現在 這兩句話呢 你看在漢朝的時候啊 它是翻成說 未有天地 待遇今日 就是過去跟現在 十方所有 無有不限 無有不見 無有不知 無有不聞 得一切智 可謂民意 這個呢是指 當我們一個人啊 真的覺悟之後呢 我們就能夠盡知一切法 十方三世 無有不見 無有不知 無有不聞 得一切智 各位把這個一切智呢 要記下來 一切智呢是 我們佛教裡面呢 形容佛陀的智慧 那這個一切智呢 它的意思就在前面 十方所有 無有不見 無有不知 無有不聞 那這個是一切智 那加一個者呢 一切智者 那就是說 表示是已經 成福的聖者 得一切智 但是呢 在另外的一些經論裡面呢 比如說大制度論呢 有把智慧呢 翻成三種 不同的層次 在那樣的分類法裡面呢 各位就要少少了解說 它有不同的內容 一般呢 說一切智啊 是說 知道一切法的空性 我們看到房子是房子 汽車是汽車 當一位聖者 正得一切智的時候 他知道房子是空性 汽車也是空性 人是無我的 那知道一切性空的時候 就是一切智 一切諸法的本性 他都看得很透 知道一切法是空性 這是一切智 那另外呢 菩薩是修的道種智 修道的道 種是種子的種 這個道種智呢 是知道一切有的因果現象 看到玉佛寺 他就知道 玉佛寺是怎麼建起來的 看到人 這個行善 知道說他怎麼發心的 所以知道一切因緣果報的變化 就是道種智 那把這兩種智慧呢 結合起來之後 叫一切種智 就是佛的智慧了 所以呢 在別的經論裡面呢 有時候是把佛的智慧呢 歸納於一切種智 但是今天這個四十二章經的一切智呢 就是指佛的智慧 所以我們簡單的這樣子了解就可以了 好 這一段呢 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面呢 請大家再看第十六章 佛言 他的重點呢 他的重點呢 是說 我們一般凡夫的心地啊 不是很安 不能專注 我們都在動亂之中 不安定之中 這個心呢 就像一潭水 我們用這個手啊 把它攪來攪去 水就混了 水一混的時候呢 我們在水面上看看自己呢 看不清楚 我們心亂的時候啊 我們也不能夠正思維 也分不清是非善惡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不過呢 他開始的時候說 人懷愛欲不見道者 人懷愛欲呢 我們倒不需要說 把它變成 講成是感情的這個愛欲 其實這個愛欲呢 是佛教對我們凡夫 心理變化的一種啊 形容詞 我們有愛有欲 這個愛呢 其實是 以我愛為本 先愛我 各位呢 你說你愛誰啊 可能你會想到說 我愛我太太 我愛我這個小狗 我愛我的家人 你愛的東西很多 但是呢 各位仔細深思一下呀 其實愛來愛去 最後最愛的還是你自己 是不是 我們從這個我愛呢 然後再開展的時候 我所愛 其實太太 家人 小狗 房子 其實都是你的所愛 那這個愛是從自愛開始的 那自己的執著 這個愛 發展到外面的時候呢 又變成欲 由愛 變成 有一種 這個欲望 所以這個愛欲呢 又連在一起了 那今天呢 講到這一段的時候呢 我看了之後啊 我就給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現在大眾啊 我們所愛的太多 所想要的太多 所以我們的生活呢 特別忙碌 我們忙得不可開腳 忙得團團轉 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夠 今天下午呢 我跟幾位基司在寺里見面 聊了一下 聊了一下 有人就說 法師 我最近呢 很健忘 眼前的事情都記不得了 常常忘記 說了呢 就忘了 比如說 這個 今天 約了人 我們十二點 要聚餐 到餐館去見面吃飯 好好好 明天 今天啊 就是我會去 那明明呢 把這個 資料呢 輸入電腦 說到時候呢 十一點半 這個電腦會 不是 手機會響 手機一響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我要開車出去 赴約 到餐館 跟朋友見面了 等到手機一響的時候呢 也不知道他怎麼想 就按下去 按了之後呢 從此什麼事都記不得 中午的約會就忘記了 那這個事情 我聽了之後 我覺得也很好笑 很有趣 不過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說 我們今天呢 人忙到最後呢 不單不會照顧自己 同時我們周圍的人事物呢 好像該照顧的 也沒有照顧好 我們想要的太多 想要的太多 我們希望得到的太多 我們的愛慾太多了 樣樣都想要得到 結果樣樣都照顧不到 這個是個問題 所以講到這一段的時候呢 我有兩句話 請大家呢 就是把它記下來 在你忙的時候呢 你要分清楚 輕重緩急四個字 你忙的時候啊 一定要分清楚 輕重緩急 你今天醒來之後 到晚上睡覺 除了偶發突發的事情 你大概呢 要思維一下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最急的事情是什麼 輕重緩急四個字 先把它分清楚 另外呢 不管你怎麼忙 一定要記得其他三個字 能夠停 能夠進 能夠轉 人不能停 思想不斷地往前衝往 人很危險的 這一次我在佛工法院呢 寫了一篇文章 裡面我就提到 我說不管你的汽車 是什麼名牌的汽車 這個跪到什麼價碼 如果你這部汽車啊 煞車不靈 或者沒有煞車 你這個車子不能用的 只能往前走 不能停 各位啊 我們的心 也像一部汽車 只能往前衝 你見到stop sign 你見到紅燈的時候 你這部車不能停啊 那是危險的 所以這一段經文呢 我們看了之後啊 我想呢 各位一定要了解 怎麼樣培養 停 進 轉的功夫 停是說 不管你的思想 多麼 這個複雜 多麼吃緊 不管你的生活的節奏 多麼 這個快速 你永遠呢 要有個功夫說 我要停三分鐘 你就能停三分鐘 我不需要你停一個小時 你就試試看 我忙的時候 我思想不停的時候呢 我能不能夠停下來 停了以後 靜三分鐘 靜了三分鐘之後呢 如理思維 轉一轉自己的念頭 所以 停靜轉了 這三個字呢 我覺得大家把它帶回去 隨時說停就停 凡是說停能停的人呢 不會有問題的 停完之後 能靜的人呢 也不會有問題 能轉的人呢 更不會有問題 我們的問題是停不下來 停不下來呢 就是一切煩惱問題的來源 這一點呢 今天請大家記一下 下面呢 我們看第十七章 佛言夫見到者 譬如持聚 入敏逝中 其敏激滅 而敏獨存 學道見替 無敏激滅 而敏長存矣 這一段呢 主要是說 人沒有智慧 就像在暗示之中 不變東西 等到我們見到有智慧之後呢 就像這個暗示之中啊 突然有燈 可以照耀出暗了 那這裡面呢 還提到說 無名寄滅 而敏長存 這個智慧呢 永遠不會再丟失掉了 不會說 哪一天又不見了 不會的 不過呢 什麼人才有這個功夫呢 夫見到者 嚴格來說呢 見到呢 必須要登出國 出國的聖人呢 虛托還 虛托還呢 得法眼鏡 這個時候才真正見到 這個見到的人呢 第一個是破除我職 破除我見 不會再認為有一個實在的自我存在 第二呢 所有的邪見 邊界呢 都放下 第三呢 所有不正確的戒律 不對的規矩 他都會放棄 那這個是出國聖人 得到智慧之後啊 他就能夠破除無名的邪見 包括我職 那這個是有功夫的 有了這樣的智慧之後呢 我們說 從見到才能真正起修 如果不見到的人呢 其實我們都是模擬的來修 相似修 不是真正起修 那靠這個智慧力呢 不斷地消除 我們見思而獲 那之後呢 就可以 贈得四果 好 這一段我們就講到這裡 下面呢 我們再看 第十八章 佛言無法念無念念 行無行行 言無言言 修無修修 慧者敬耳 迷者遠乎 言語道断 非物所居 插之好理 詩之西欲 我們再念一下 我們再念一下 佛言無法 我有道法 或者真理之法 那這個法呢是 念無念之念 行無行之行 言無言之言 修無修之修 各位懂了 懂了沒有 懂了沒有 懂了 我就不需要講了 如果不懂呢 我就要再給大家 花一點時間 談一談 本來我今天想 把這一頁講完 後來我看 時間不夠 不能講那麼多 這一段呢 我們就稍稍來消化一下 各位呢 我們不管 修什麼法門 基本上呢 以佛教的修行目的來看 我們每一種修法 我們基本上呢 都是希望能夠破除 能所兩個對待的心理 或者是 我執跟法執兩種執著 比如說 有人 學佛之後 有人說 法師 我念阿彌陀佛 我將來呢 求往生西方淨土 有人也會說 法師 我是學禅宗的 我每天都做禅觀 修煉自己 希望能夠開悟 當我們講這句話的時候呢 各位有沒有 好好的去思維一下說 我們這種說話的方式呢 其實是根據兩個 對待的思考 來發展的 一個是有一個我 我 我這個是真實存在的我 然後呢 我的修行方法是念佛方法 我是能念的人 佛號是我所念的佛號 所念的法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一直是用這種對待的心態呢 來處理我們所緣的境界 我們不管怎麼思維的時候呢 永遠是有一個我值 有一個法值 有自我存在的感覺 這個是我 然後有我所修的法 念佛法門是我所修的法 這就是你的一個對象 那這個呢 在一般我們世俗上來講啊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也經常這樣子先用 方便大家 你是誰 我是張三 你知道自己是誰 那你修什麼法門呢 修淨土法門 張先生 張居士 修淨土法門 也讓我們認識嘛 是不是 這個本來無所謂 但是呢 人的執著心不出 如果是一直執著 有一個實在的自我 我們會跟別人對立 然後呢 一直執著我所修的淨土法門 跟別的法門是不能溝通的 我們也會出問題 也會起增值 所以從這種啊 觀念之中 我們深入的研究之後啊 當修行 念佛的人啊 我值很重 法值很重 能所對待的心理呢 非常的非常的 這個重的時候啊 這裡面呢 煩惱一直跟隨我們 我們不會斷煩惱的 我們只能說在 世間法上 少少呢 升華一點 進化一點 但是不可能 徹底的消除 內心的 這個無明 跟我值 這個是不可能的 因此呢 站在這樣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 往上提升自己 要消除 我值跟法值 要消除 能所對待的心理 那另外呢 就是從第一梯 究竟 的真梯來講 第一梯是說 諸法的究竟實相 這個層次來講呢 實在講 佛陀所證悟的真理 乃至 俄羅漢所證悟的真理 他不是有形有相的 不能被我們執著的 從真體的立場來講呢 這個法是法而如是 不是我們念來的 不是我們行來的 不是我們說來的 不是我們修來的 法而如是 這個法是 不生不滅 不垢不盡 本來如此的 所以呢 這個法 在一般我們 《般若經》裡面講的 就是諸法的空相 或者諸法的空性 這個是超越所有的形象 那我們正入這個 真實的實相之後呢 我們才能夠徹底的解脱 這個時候呢 已經沒有所修的人 也沒有所言的人 應該是這樣說 沒有能修的人 沒有能言的人 沒有能念的人 沒有能行的人 沒有這個能行 能言 能修 的人的時候呢 我們的所修 所言所行 所念也不存在了 是不是 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能鎖雙亡 才能夠究竟解脱 因此呢 各位如果讀《金剛經》的時候呢 《金剛經》有一段說 如果釋迦牟尼佛一直認為有法可證 有無上正等正覺 讓他可證的時候 燃燈佛不會給他受寄的 釋迦牟尼佛不能成佛的 好 那這個呢是我先從這樣一個立場呢 來給大家把它說一說 講一講之後呢 我再跟大家稍少舉個例子說 言無言言 言無言言呢 是說有東西呀 不是語言文字能夠形容的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形容 不能不利用語言文字來形容 譬如說現在呢 我跟大家說 我呢 昨天看到 有個地方施火 有個地方施火 各位呢 聽到我講這個火的時候啊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的嘴巴冒火啊 沒有是不是 沒有 它只是一個聲音 所以呢 從這樣的一個現象來 分析的時候 就知道說 當我們說火這個字的時候啊 這個字不是代表真正的火 各位了解沒有 當我說火呢 如果這個字這個火呢 是代表真正的火呢 我的嘴巴會燒掉的 沒有啊 沒有被燒掉 這個火呢是假明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在修學佛法的時候 首先要破除很多名言文字的執著 不要認為說 聽到火的時候 以為那個就是火了 其實那個火是假明 是一個名稱 但是在英文呢 我們甚至不說火 我們告訴美國朋友是fire 不同的聲音啦 這個明假明是可以借來用的 可以變化的 不是固定用一個聲音的 這個地方各位 了解之後就知道說 哦 原來我們常常講話的時候 這個語言 並不代表事實 語言是幫忙我們了解事實 但是呢 不是說 當你說火的時候 你就看到火 那是兩馬子四 所以佛說佛法的時候呢 也不代表真實的佛法 因此佛有時候說 我無法可說 就這個意思 好了 有人說法師 我們不要這個名稱 不要這個形容詞 我們不要說火 好了 現在呢 我就拿個打火機 給你打 一打的時候呢 火就出現了 這個是真實的火了 所以我們呢 凡夫的看法就認為說 剛才講的是假的 但是現在這個火呢 是真的了 但是呢 從佛教緣起信空的立場來講呢 這個是緣起法 也是信空 不能執著的 它不是單獨存在的現象 它是條件所生的現象 比如打火機 我們要有這個塑膠的材料 要有這個鐵 要有打火石 裡面還要有油 是不是 同時呢 還要有這個氧氣空氣 我才能打 所以呢這個火的出現呢 它是條件因緣所生 凡是條件因緣所生 本性就是空極 沒有自性 這個大家要連起來 這個清 條件因緣所生 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本體 實性 我們就說那個是空性 當我們了解空性的時候呢 不是說什麼都不修 什麼都不要理了 其實我們在因緣油的世界裡面呢 我們還要了解 因緣的組合它有作用的 不善的因緣組合之後呢 會有不善的結果 善的因緣組合之後 會有善的結果 這個還是要了解 因此呢 我們雖然從真體的 聖意一體的立場來講 一切法是空性 但是從這個因緣的世俗體來講呢 法法都有它的作用 這個作用不能否定 假如說有人講啊 法師火是空的 火是不存在的 火是沒有作用的 那我就請你呢 把手伸過來 我用打火機把這個火呢 一打火就燒起來了 然後你的手是空的呀 打火機也是空的呀 那打火機就對著這個手啊 去燒一下 會痛的是不是 會痛的 所以呢佛教講空性的時候呢 並不否定因緣相续 組合變化的作用 這句話呢 一定要把它記下來 不是否定一切 而是呢 我們也有一種智慧 有智慧的人 今天給他一把火 他會善用這個火的力量 但是呢 萬一小孩子沒有智慧 沒有分別能力啊 你給他一把火啊 他拿到樹林裡面去玩啊 就會燒山的 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呢 請大家就是 要這個 分別清楚 那這個真替 的境界呢 言語道断 空性是不能用言語 來說明的 非物所居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約束他 他騙一切處 所以呢 差之好理 失之西欲 佛說空 佛陀真的沒有執著 我們說空的時候呢 我們內心還有一些執著 我們說空不是真空 我們還有執著 比如說這個 我們從這句話裡面呢 我們要很小心 各位居士 我們學佛的人呢 要四大皆空 要無我 要知道這個我是假的 不要執著 不要對立 要放下自我 昨天呢 有人批評我 我覺得他屈有此理 他說的是胡說八道 我說的是正法 他說的不是正法 各位有沒有聽到啊 有沒有聽到 我在說無我的道理 但是我在說的時候呢 慢慢慢慢慢慢 我的思維呢 其實又執著自我了 對不對 當我們在講的時候呢 是一回事 內心裡面想的是另外一回事 口裡面說無我 但心裡面執著有一個我 還跟別人在對立 這個放不下的 這一點呢是 插之好理 失之西欲 很短的時間就有變化了 好 好下面呢我們再看 第十九章 佛言觀天地念非常 觀世界念非常 觀靈覺即菩提 如是知識得到記憶 觀天地 觀天地 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宇宙山河大地 世界 這個 種種的萬象 我們應該呢 要念非常 過去呢是把這個無常 意成非常 這個也很好 也很好非常 不是常法 那今天這個無常呢 我們大家聽得多了 聽得多之後呢 我發現呢 很多人都會說 佛教裡面講無常 看起來沒有錯 不過各位有沒有 反省一下 當我們說常是不對的 我們說無常 當我們說無常的時候 你是不是又把這個無常兩個字 變成一個名詞 變成一個執著的對象 常是不對 無常就是對了 其實呢這個也不對的 如果你執著有一個真實的無常呢 也不對 大家這個地方要小心 其實呢這個無常是說 世間上沒有 無常恨的東西存在 一切山和大地 包括我們的身心世界 全部都在變化之中 因為它是因緣組合的現象 凡是條件因緣組合的現象 它都在變化之中 沒有很常的實體 它是否定這樣的一個執著 說沒有常性 但是不能再執著一個另外的無常 大家把它稍少了解一下 不能再執著另外一個無常 那這個是今天我講的第一點 不要因為呢 我們把常的觀念去除之後呢 又執著另外一個無常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覺得我們很多人在談無常的時候 有點偏失 我前幾天呢看一本書 這本書呢也很好 就是介紹大家認識佛教的一些觀念 但是呢 他介紹無常的時候 他就畫一幅圖 那幅圖是一個人看到一棵樹 那個樹呢在掉葉子了 秋天落葉 葉子呢慢慢地飄下來 我覺得呢 當然葉子落下來是無常現象之一 但是不能把這個無常呢 歸納到全部的這一種啊 最後的這個變化的階段裡面來介紹 我覺得這個也不對 也不對 我們說 物有沉住壞空 這個沉住壞空本身都在無常裡面 不能說沉跟住不是無常 壞空才是無常 這個話不對的 今天我們不能說 欲佛寺啊 冷氣即壞了 我們要換冷氣是無常 草地今天我在看的也黃了 枯了 剛剛在澆水 那這個也是無常 各位要知道 種草地的時候也是無常啊 草在長的時候也是無常啊 我們生老病死都是無常 生住壞滅全部是無常 沉住壞空全部是無常 沒有一個階段是長 要這樣子看 不要老是走向悲觀的那一面說 樹枯了 人死了 房子壞了 人老了才是無常 不能這樣子 我們是把這個無常 歸類於某一種消極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不對的 因為無常 我們才能夠創造一切 因為東西沒有恆常性 樣樣都可以變 那這個呢是今天我稍稍要強調的 我呢看起來呀 時間不夠 不過呢再講壹段好了 因為我原來已經把這個文縮短的時候 不能講那麼多 今天的內容呢相當重要 所以我花多一點時間 我們再講這個下面第20章好了 所言當念身中四大各有自明 都無我者我既都無啊 其如幻兒 剛才講到無常觀 現在呢就進入無我觀 我們說什麼是佛法 什麼是真正的佛經 通常呢我們都會說有三法印 各位記不記得三法印 其實三法印的前面兩印呢 就是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假如說一個修行人啊 能夠透徹的了解無常 能夠真正的正德無我的境界 其實他一定可以進入涅槃 所以第三個法印就是涅槃激進 煩惱可以止息了 生死可以了斷了 所以今天這兩段呢 雖然很短 不過呢我們就是要了解 這是非常重要的法印 剛才上面那一段呢還講到 觀靈覺即菩提 觀靈覺即菩提呢 是說人人人都有佛性 都有一種靈明的覺性 當我們有這個佛性 有覺悟的能力呢 我們都能成佛 所以看這個心 現在雖然是凡夫的心 但是這個心 將來能夠正菩提 從某一種觀念來講呢 觀靈覺即是菩提 它是相等的 但是呢 映順導師呢他也說 我們的佛性呢 有理佛性跟行佛性 理佛性呢是說 道理上是如此 眾生都有佛性 每個人 只要在美國出生 都能競選總統 都能當總統 但是現在呢 只有歐巴馬當總統 那這裡面就是 道理是如此 但事實上呢 他要競選之後 才能當總統的 那我們呢 怎麼樣能夠成佛呢 我們一定要念 身中四大 各有自明 都無我者 能夠進入到 無我的境界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得到解脫 所以佛教呢是把無常觀 無我觀呢 當成是根本的修行基礎 不過呢今天 經裡面講四大呢 是說肉體組合的成分 地水火風 這是物質上的四大 但是呢 心經裡面呢 說無運和合 色受想行事 無運組合之後 有一個自我的感覺 不過呢 這不是實在的 是幻化的 當人不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 以為有一個實在的自我 只有覺醒呢才知道無我 知道無我之後呢 就可以徹底的解脫 因為沒有我愛直的時候呢 也就沒有別的執著了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嗯 嗯 嗯